今天大清早来替大家尝尝 老北京早餐 六点半天还没凉 这家也是老店很有名气 老北京早餐价格都不贵 来得这么早 糖花卷也不是热的 又给我拿回去加热 网友们拍的图显得很大 实际是没有一个女生手长大 口味上没有甜腻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再次加热 口感发硬 花卷的层次也吃不出来 火烧加肉 牛肉量很足 这个店冬天非常冷 食物赶着吃都会迅速凉掉 口感上确实没有以前吃过的 烧饼加肉好吃 烧饼和牛肉的香吃不出来 赶快来吃豆腺烧饼 凉了就更没口感了 他家红豆腺是招牌 豆腺确实亮大扎实 喜欢吃红豆腺的推荐 豆汁依旧是酸菜刚得尾 我吃不惯 但是我妈超爱 这家豆腐脑是我喜欢的类型 黄花菜和木耳很多 鲁多吃着舒服 超爱豆腐脑里的黄花菜 炸豆腐店里点的人很多 豆腐里面带着汤汁很香 店里冷 吃这种热乎的才能舒服点 发现包子是热乎的 立马整两个 素的是茴香馅 外皮炫乎 馅料很多 茴香包子很推荐 牛肉包子就没那么饱满了 牛肉馅调味也一般 驴打滚现在卖吗 驴打滚只有室外窗口卖 来太早硬敲开的窗口 大家要买就别太早了 他家属于比较扎实的 整体口感发干 红豆馅料很多 特别喜欢这种红豆的 可以买他家 但这种不是我最爱的驴打滚 店里吃饭的大多是周围居民 作为附近的 早餐店还是很不错的 游客特意来打卡没有必要 吃完饭天也亮了 上班来吃早餐的人 也越来越多了 我回去睡觉了 咱们下期见